有人讲中国的内需其实并不大 我认为穷人的内需 没钱人的内需拉动 因为没钱的人普通人带动的巨大的价值 才是个真正可以持续发展的内需价值 上一次的全球化 是美国三亿人消费驱动的 中国这次的全球化 是14亿人的内需 会驱动下一轮的真正的全球化 而来带动世界经济 我们应该对美国带动的过去的全球化 表示感谢 表示感恩 但是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更大的担当 进口不是终点 进口最终需要倒逼国内中国产业升级 消费升级 促进现代服务业的发展 对企业家来说 未来的机会在于中国那些百万人口的小城镇 我不知道大家知道 中国有多少城市过一百万人口 我在2014年初步做了个统计 美国大概在不到12个城市 过一百万人口 中国有167个城市 过一百万人口 而一百万人口的基础建设 一百万人口所诞生的巨大的产业 我们远远没有发展好 这些近百万城市的人口 也许我们将来会有三百个 这些地方会并发出巨大的消费潜力 内需绝对不是有钱人的拉动 内需应该是满足 每一个普通老百姓的需求 有人讲中国的内需 其实并不大 我认为穷人的内需 没钱人的内需拉动 对没钱的人 普通人带动的巨大的价值 才是个真正 可以持续发展的内需价值